哈喽大家好,我是滔天 今天给大家分享个火爆街头的椒盐盘丝饼 有位大妈靠这个手艺呢 再乘一个儿子买了两套房 那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秘制的椒盐配方全都分享给你 首先空碗里 起500克家里长的普通面粉 加入3克椒母粉 1克小苏打 5克白砂糖 用筷子搅拌搅拌将食材混合均 分次到270克40度的温水 搅拌成面絮状 和面的时候呢 咱们要用温水和面 这样不仅可以缩短面团的醒发时间 还能让醒发好的面团更加的输送多孔 下入将面絮团棚光滑不沾手的面团 咱们一定要做到面光手光盘光 然后放在面垫上 将面团揉到表面光滑 没有明显的颗粒感 放进空碗里 盖上盖子醒发到90分钟 平底锅里倒入100克花椒粒 30克小茴香 备香备干 进锅之前呢 一定要先清洗一下 整个过程都要用小火慢慢的备 等花椒粒 备到能用手指呢碾碎 再倒入30克的熟芝麻 继续的备个三分钟 出锅前呢 加入七八个小虾皮 提鲜 然后再倒在案板上晾凉 用家里的擀面杖擀细 有料理机的话 咱们也可以用料理机打碎 平底锅里倒入花椒面的一半的食用盐 用产的简单的翻炒几下 等食用盐炒到微微发黄的时候 炒出香味后 再倒入花椒面 用产的搅拌均匀后 咱们的蜜汁椒盐就做好了 控碗里取30克干面粉 加入两勺擀好的椒盐粉 用勺的搅拌均 泼一勺滚炖的热油 香味呢一下子就出来了 用勺的搅拌均 咱们油酥就调好了 等面团醒发好后 简单的揉搓排下去 再用家里的擀面杖擀大擀薄 一直擀成这样薄厚菌的长方形大面饼就可以了 将调了酱盐油酥倒在面饼上 用刮板涂抹均 最后将面饼折叠起来后再整理一下 用刮板切成一厘米宽的长面条 五六块面条呢 为一组 捏住两头拉长 然后从两头向中间卷起来 压扁 咱们的生披就做好了 预热好的垫面窗里 倒入多多的食用油 用刷的刷均匀 然后将做的生披放进去烙熟 烙的时候咱们要开中火 慢慢的烙 防止中间夹生了 给表面刷一层食用油 锁住水分 烙出来是外酥离软 更加的好吃 盖上盖的上下火全开 烙两分钟 等底面上色后就要翻面烙另一面 翻面后继续开中火烙个两分钟 如果您的饼太厚的话 可以在出锅前倒点清水 焖一焖 这样中间就不会有夹生了 等再次翻面烙两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喜欢小伙伴 赶紧尝试吧 套天每天都会带分享不一样的美食 感兴趣的朋友 点关注再走吧 我们下期再见